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我一个人 我们今天就继续给大家带来玩者中间阿克武沙的游戏视频 我们先看下他刚才把亚瑟击沙了 然后就把打几 打几击沙完之后打小乔 小乔虐完之后准备掠卤班 卤班也是很脆 最后安齐拉复活 安齐拉复活之后 这边 这边打 把阿科跑出去 然后再再回来 趁阿基拉开大 是吧 直接跳到他们后背 然后直接一套 再走 再走之后 残血之后开个大 然后就瞬间 阿科又补满血 本期素材是由网友78682为号 Q5为号 78682的地方 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的他的其他精彩操作吧 这边是在打这个 打野什么的 主要是对面的阵 我感觉确实挺脆弱的 这样子很容易把 让阿科养得很肥 发育得很好 对面唯一一个能 能扛得住的阿科就是亚瑟 像这个小乔 打几 安齐拉 鲁班 哪一个不是见到这个 阿科基本就是长期 或者没命的 是吧 阿科只要跳过去 马上他们就麻烦了 不过这个 阿科这个皮肤倒是不错 我有那个 那个 我那个皮肤还是送的 现实活动的 他这个皮肤好看 是好看 但是挺贵 没有乳斑的那个 好看的 看你们 这边打几 打几碰到这个阿科马上就死了 安齐拉也是 亚瑟 亚瑟也基本看不住 因为队友都是那么脆皮 他如果再漏 他也发育不起来 他也没机会发育 基本上队友出去就死 队友出去就死 你看 安齐拉 安齐拉都好可怜 他们都是 都选这些小个子 怎么会选到这 这一个阵容 这一套阵容完全就是被虐的阵容 就算没有阿科 其他像孙悟空什么的 都很好 都很好虐的 他们 他这套出装 这套出装应该就是按照大神 就是推荐出装里面的大神出装 前面一两套 还有那个 暗影战斧 然后鞋子 看着这些 然后破 无尽战刃 吸血之刃 然后再出一个那个不祥阵兆吧 最后一个是好像是破军还是 叫什么来着 反正后期都不需要出到后期了 基本都灭了 就是这时候武杀 是吧 这时候亚瑟直接死了 亚瑟死了 打几也死了 打几也死了 小乔也活不了了 小乔还开大招都没用了 鲁班 鲁班就剩鲁班一个人也扛不住 瞬间就被秒了 安琪拉 安琪拉一出来就开大 是吧 连个二技能也不能就开大 直接被秒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去跟我的视频 跟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可以解释到大家有什么新的视频 欢迎大家投稿到微信公众号 或者Q郵邮箱 然后感谢这位网友提供的主材 E5 全年 E5 全年 感谢观看